六年大厂齐聚南港展览馆展示自家强效 面板大厂友达发挥既有优势 开发轻量化可能模组 另外这款双面模组则可大幅提高太阳能发电效益 因为台湾的空间有限 所以你现在如果没有用高效的产品 十年二十年过去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空间用的很浪费 这一片是双面 我身后的这一片也是今年得奖的一个 多柵栏式的半切的一个太阳能模组 今年开始我们也把我们过去所累积下来的 这个软体的能力监控的能力 把它open出来让这个业界来使用 在新手大型企业建制太阳光电之际 跟首都跨界结盟全民电厂平台 跟他们开始有这样子的合作 我们可以得到非常有品质的电厂 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太阳能场茂迪主打双面型太阳能模组 总经理特别点名下世代高效模组 60片单金电池模组输出功率最高可达360瓦 封装成的模组效率突破21% 转换效率这个至少比目前这一代 会多一个percent以上的转换效率 第二个优势是我们知道像在季风气候发达区 最困扰的就是太阳能它碰到下雨天 它发电能力怎么样 那在下一世代这个电池 它发电能力远远比这个世代还强 国际能源所预测2030年石油需求恐陷入停滞 太阳能将成为全球发电市场的新霸主 我想台湾在再生能源上面的发展 会有很长一段溶景 那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以台湾的内需市场来看 我们有对明年有一定的能见度跟把握 根据IEA预测2030年太阳能光电跟风力发电 对全球发电市场的占比 有望从2019年的8%上升到近30% 台湾发展太阳能发电势在必行 新唐人亚太电视文贵年照 同样台北采访报道 最美的阵域